G-SHOCK G-SHOCK是日本卡西歐旗下最知名的手錶品牌 強調耐狀及200米的防水性能 適合在運動時或是戶外活動佩戴 也有推出軍事用途的錶款 它外觀設計的樣子很好認 我記得我在當兵的時候很多人手上都是G-SHOCK 它從發表以來就很受到歡迎 銷量也非常好 在2017年的時候G-SHOCK的累計銷量超過一億隻 一億隻喔!真的是非常熱門的手錶品牌 現在也是許多年輕人或是學生 一開始在接觸手錶的Beater Watch 如果你學生時期帶的是G-SHOCK 可以在下方留言 Say個Hello 然後為這支影片按個讚 快點快點去按 按一下不會花你多少時間了 今天要介紹的是G-SHOCK GA2100系列表款中 我覺得最好看的顏色透明色 手錶編號GA2100SKE GA2100系列第一次出現是在2019年的8月 它是G-SHOCK這個表款中設計最薄的 此表款一出在當時就受到非常多的關注 外觀八角型的表冠設計是GA2100系列的特色 還得到一個有趣的別稱叫做CASSI-OCK 原因是因為八角型的表冠設計 和瑞士頂級鐘錶品牌AP的Royal Oak 皇家像素系列非常相似 所以也有第三方的配件工廠 推出可以給GA2100改裝的表殼 改裝後的樣子真的很像AP的皇家像素 外觀完全可以以假亂枕 所以在台灣也有很多人戲稱GA2100是農家像素 農家跟皇家 get it? 皇家買不起就買農家 自從GA2100發表上市之後 G-SHOCK為了這個表款推出了很多配色 包含撞色系列和Earthstone系列 但再怎麼熱門也比武商最有話題性 也最搶手的Blackout全黑系列GA2100EAE 從上市到現在都一直是缺貨的狀態 今年4月20日官方不貨後也是急速秒殺 超難買到 Resale的吵架根本是不可思議 也因為這個表款真的太熱門了 網路上也出現越來越多假貨 大家在買的時候一定要非常小心 直到去年2020年的年底 廣受好評的GA2100系列推出Earthstone Color GA2110系列 有灰色和海軍藍兩種配色 其中灰色剛發表的時候 因為鹽灰色配上白底數位顯示真的太好看了 搶手到不行 發表兩個月內就被大家公認為 這是GA2100系列的末代產品 末代產品就是代表以後可能不會再生產新款的 這個顏色和另一個顏色海軍藍一樣 以這兩個配色作為GA2100這個系列的收尾 再次證明GA2100系列表款製造話題的能力 從2019年8月第一支GA2100發表到現在 時隔一年半 正當大家覺得G-Shock沒招的時候 今年2021年的2月 G-Shock為粉絲們投下了一顆驚喜蛋 就是GA2100的新配色 也是G-Shock系列表款中前所未有的新顏色 就是透明色 一上市也是馬上就被搶光 今天就讓我們來看看我手上這款透明的 GA2100SKE-7A吧 開箱的體驗和其他GA2100一樣 都是岩石灰的包裝盒 旁邊是手錶的編號 GA2100SKE-7A SKE是這個配色款式名稱 SKELETON的縮寫 7A就只是編號而已 剛剛提到的灰色和海軍欄 他們的編號就是GA2110ET ET就是Earthstone的縮寫 那打開外盒 裡面是G-Shock的寶卡 這裡就是這支手錶的保固資訊和日期 買的時候一定要找官方購買或是可靠的錶上 小心不要買到假貨 再來就是手錶的操作說明書 MAJO No.5611 是指基辛的型號 再來是包裝盒內的金屬盒 和外盒一樣都是岩石灰的顏色 金屬蓋上是G-Shock字樣的鋼印 喔對了 金屬盒下方還放了一個 像是可以讓你放置手錶的紙卡 打開之後就是我們的重頭戲了 手錶上的這個標籤寫的就是 這支手錶的產品特色 Carbon Core Guard 防撞Shock Resistant 200米防水 雙燈照明 碼錶 世界時間 鬧鐘 計時器 WOW 先來說說這支錶的規格 它的重量大概是51克 尺寸是48.5x45.4x11.8 聽起來很大 但其實戴起來是非常輕薄的 我算是中等大小的手腕 戴上去看起來是很剛好的 很輕很薄 幾乎感覺不到它的存在 再加上整支錶的設計是透明的 所以視覺上看起來也不會像其他款G-Shock一樣 特別笨重或是特別搶眼 手腕比較細的 戴起來也不會感覺很奇怪 最近G-Shock有推出適合女性配戴的GMA-S2100系列 它的外型和GA2100一樣 只是尺寸等比縮小的錶款 配色也是比較偏女性化的基礎顏色 這幾款顏色如果賣得好 未來應該也會像GA2100一樣 推出更多顏色 有興趣的人我會把連結放在資訊欄 台灣CASIO如果你正在看的話 我也非常樂意和你們合作來介紹這系列的手錶 GA2100SKE 7A和其他G-Shock錶款一樣 都是標榜防撞擊和200米的防水 有夜光、馬錶、計時器、鬧鐘 還有世界時間的功能 但我想對這支錶會有興趣的人 應該都不會太在意這些吧 因為就是戴著好看啊 7A的錶帶是完全透明的 是做亮面的處理 看起來非常的乾淨俐落 晶瑩TTOA是整支錶最透明的部分 錶帶固定環是做霧面處理 和錶帶的亮面透明區隔開來 金屬扣環就是一般的扣環 上面印有CASIO Thailand的字樣 錶帶拆卸的部分和其他GA2100一樣 都是快拆扣的設計 讓你可以比較方便的拆卸錶帶 後蓋的部分 中間是Carbon Coal Guard的標誌 和手錶的系列型號GA2100SKE 和機芯的型號5611 還有Case in Thailand的字樣 這個應該是手錶在泰國組裝的意思 回到手錶的正面 錶罐Bezil的部分是做半透明的霧面 但沒有像錶帶這麼的透明 仔細看的話 Bezil的霧面其實是帶有一點點顆粒紋路的霧面 不知道這是設計的一部分 還是生產時的缺陷 總之我覺得是很好看的 摸起來也是很滑順的 按鈕的標籤是黑色的印刷 不會顯得很突兀 放在霧面的半透明Bezil上非常好判讀 這裡的印刷也是常用來辨別真微的細節 倒版的印刷通常會看起來很粗糙 甚至印出範圍 那官方的就會非常的細緻準確 GA2100的鏡面同樣都是礦物玻璃 其實一直都滿期待G-SHOCK可以用水晶玻璃的 礦物玻璃 水晶玻璃除了比較看刮之外 它的通透性也比較好 缺點就是貴 但我覺得貴也不是水晶玻璃的問題 是我的問題 未來如果帶久了有刮傷 到時看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自己升級成水晶玻璃 那7A的表面和全AEAE的版本很類似 同樣和EAE一樣都是黑面的數位顯示 但還是看得出來邊緣的數字點位 G-SHOCK字樣和新奇標示都是白色的 放在黑色表面上形成對比的樣子 真的滿好看的 也很好判讀 相較1AE偏灰色的字樣印刷 我更喜歡7A的黑白對比 這支表的介紹差不多就這樣 那我有在我的Instagram上提問 看大家對這支手錶有什麼問題 簡單的Q&A 透明表殼的設計配上黑色的表面 真的是滿特別的 但被很多G-SHOCK粉絲擔心和詬病的 就是這個透明的表帶了 就是只要是塑膠製的透明軟膠 只要長時間被紫外線照射 它的顏色就會慢慢的泛黃 就跟透明的手機殼一樣 用久了都會有實用的痕跡 那如果要帶久一點不泛黃的話 就是盡量不要讓它曬到太陽 但我覺得沒這個必要 手錶買來就是要帶的 到時如果真的泛黃的話 就去換表殼就好 像是剛才有提到的農家像素的改裝 樣子也是很好看 雖然看起來就是很像AP的仿冒品 但我講真的 你的手錶 你戴起來就是自己開心就好 而且現在和手錶有關的配件很多 你看到的零件都是可以更換的 在現在想要延續一支錶的壽命 可以說是非常容易的 這支GA2100是我在台灣卡西歐公網買到的 價格是新台幣3900元 因為本身就還蠻喜歡看手錶的設計的 所以IG探索頁面上就會出現各式各樣的手錶 然後就有一天這支GA21007A 就出現在我的探索頁面上 那當我想到G-SHOCK 我就會想到學生時期那種 上課念書下課打球運動那種感覺 那種很充實活在當下的感覺 所以當時看到的外觀和價格 就覺得還不錯耶 所以就決定買一支來帶 但在上市之後真的是太熱門了 根本買不到 我是在第二次補貨才買到的 卡西歐官方也不會告訴你它什麼時候restock 所以我就是有空就到官網選逛 然後運氣不錯 就用官方的價格買到這支手錶了 目前配戴的缺點就是要蠻小心的 畢竟它的特色就是你也知道 這個很透明很清澈的錶帶 你不太希望它會沾染到其他顏色 透明的錶帶就是跟一塊白色的花布板 沒什麼兩樣 刮一條或是沾到什麼東西都會很明顯 所以在配戴的時候都要很小心 但我也有看國外的錶友 一買來就拿去染色 看起來也是蠻好看的 可能等之後錶帶開始泛黃之後 我才會考慮改裝 再來就是表面它是礦物玻璃 它可能沒有你想像中的這麼抗刮 對啊礦物玻璃 目前沒有想再買哪一支手錶 但是最近有一支手錶是我一直有在關注的 就是VC的OVERSEAS 4500V藍面 藍面 4500V藍面 這支手錶真的很漂亮 整個盤面錶帶 Bezil的設計我都非常喜歡 重點是它很薄 我覺得它應該有比這台薄喔 Veteron Constantine 算是最近獲得蠻多關注的黑馬 蠻厲害的 看它製錶工藝我覺得是實至名歸的 是非常值得關注的品牌 我記得TESOL好像有一個PRX系列 和這款OVERSEAS很像 但這兩支錶就是完全兩個不同世界的東西 手錶特輯應該要很久之後了吧 因為我目前還沒有想要收藏的意思 沒有收藏的想法 就是有興趣走馬看花的欣賞而已 之後要是時間到了 我會和大家分享的 感謝大家的提問 回到今天的GA2100 真的是很特別的一款錶 想拿到真的是要靠一點運氣 摸在產品後再發表前所未有的新色 這樣的話題性應該會讓這支錶 在不久的將來 和全黑版本的EAE一樣受到關注 甚至更難買到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多多關注CASIO的官網 影片中提到的各種錶款連結 我也會放在下方的資訊欄 感謝你的收看 記得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也歡迎留言告訴我你的想法和疑問 我會盡量回覆大家的 I will see you in the next video Bye 阿翔